特别是现今的社会啊 我听到也很厉害啊 以前啊 我的年代我比较保守啦 因为我开始是uncle了 我们还分得清楚 什么叫爱 什么叫喜欢 老师就知道 老师在这里 我可以喜欢我的猫 我可以喜欢我的车 我可以喜欢我的物质 但是对于人我不能讲喜欢 我对我的人说 我爱这个人 我爱这个 可是现在啊 现在说可以吗 因为我们把爱和喜欢都困晓了 在英文啊 like and love 是两回事来的 我们把爱和喜欢都困晓 我爱吃家里面 连家里面都会要爱啊 你看很恐怖 家里面你喜欢就可以 你不用爱的 爱是要有对象的 有活的 他有反应的 家里面对你没有反应的 你爱他多深 他也不会说 我爱回你 我也是这么爱你的 别傻了 我们常常用错了 现在是爱和喜欢都搞不清楚 你爱我吗 没有 对不起 应该是用英文这样 do you love me No I love me 所以我们常常搞错 搞错对象 那个应该爱的 我们没有爱 我们跑去喜欢 我们应该爱 我们应该喜欢的 我们跑去爱 我们把那个持续都颠倒了 所以呢 许多人把爱和喜欢放在同等的位置上 所以在彼得回答 他回答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 特地拦住彼得一下 让彼得 在深一层的 往心底里 审查 他自己对主的爱 不忍耐